陣型就会打乱,打乱队友的阵型 容易把队友给害死 好,这波的后遗症是中二塔被推掉 这波又让WE打回来很多 这边九桶已经五个人头了 5-2-2 好,遥痣终于是出山了 他现在在对垂石下手,应该一套可以打死了吧 除非全中,不然打不死 还是要等自己的杀人数等级再高一点 好,垂石到上面来打这个雪人 打不死的 路过了一次,带来个瞎子差不多 这边是一波反推中塔 没一到 九桶手塔很犀利 其实WE的发育还可以的 WE跟卢仙发育半斤八两的 卢仙是三项 轻语 轻语 还是要差了一点 卢仙是应该有钱存在身上的 至少黄叉是肯定出来了 不说大黄叉吧 在等什么钱 身上730 先出一个零巧披风 还差了一千块钱 龙女对拼就是躲翼 谁的一技能中了,谁就是bub了 好,比赛进行一个暂停 22分钟 好,一波暂停 现在这个局面是比较僵持 WE还是占有一个上风 毕竟他们已经推了对方很多塔了 比赛很快回来 尤其我们的ob把底下的这个 钱换成我们的装备吧 不要一直看钱 对 快捷箭是x 这时候两边上单的出装选择上 草莓这里 一个斗篷之后 做小玩刀 他跟上盘一样要出破派了 还是要加强一点自己的进攻能力 雪人这里是要 又跟上盘一样要做这个 反双甲 那我就比较 关注这个同样的一个英雄 而且到现在等级 这样的一个等级 他们的技能也没有任何区别了 嗯 一个反双甲的 这样的纯绕的龙女 跟一个破派王的 这样一个 输出型的龙女 比的话 到底谁的这个 效果会更好 更强一点 可是你说续黄 肯定不用说 肯定是破派王有吸血会好一点 但是对一对拼一波的话 或者是打团的作用的话 我们可以关注一下